越南和美国,曾是20世纪的死对头。 两国之间的越南战争,更是冷战时期最热的战争。 1975年,南越被北越灭亡。 美国就中断了与越南的联络。 之后近20年,两国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。 直到1994年2月3日,美国前总统克林顿,宣布取消对越南的贸易禁令。 美越关系开始正常化。 此事是越美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。 N,1995年7月11日。 双方关系实现历史性转折。 越美正常化正式建交。 越美关系正常化1995年秋。 越南主席黎德英出访纽约。 出席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大会。 顺便同克林顿总统举行高层会晤。 越美高层领导人互访从此开启。 NN,美国方面也重视越美关系。 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访问河内, 2006年布什总统接APAC峰会访问河内。 前国务卿希拉里及现任国务卿克里也多次访问河内。 2000年11月, 美国总统克林顿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。 这也是美国总统首次正式访问河内。 当时, 克林顿走访越南战争时期被击落的飞机残骸挖掘现场。 N, 自1995年, 越美关系正常化后, 美国在越南帮助下寻找美军战俘及失踪人员。 目前, 美国已经收敛了多具美军遗骸。 2000年11月, 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期间, 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走访战争时期被击落的飞机残骸挖掘现场。 N, 搜寻在越南战争中失踪的美国军人遗骸搜寻活动, 是越南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一项人道主义活动。 迄今为止, 越南已经为美军举行了150次的越南战争失踪的美国军人遗骸回国仪式。 帮助美国找到多具美军遗骸。 越美关系正常化24年。 越南官方媒体释出克林顿总统访问和内老照片。 自从越美关系正常化以来, 越南和美国的贸易, 可以说增加飞快。 从1994年的4.5亿美元, 提升到2018年的600亿美元。 多年来, 美国一直是越南最大出口市场。 越南同时是美国增长最高的出口市场。 近期由于特朗普指责越南, 所以越南加紧对越美关系的宣传。 公布这组照片是。 越南外交部也表示, 始终将美国视为重要伙伴之一。 愿同美国继续加强合作, 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利益。 为和平, 合作与发展做出贡献。 安安。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。